不断地去除烦恼 那么就是自己自修的人 他就知道我怎么样 应该把这些烦恼去除掉 但他们没有彻底的理解烦恼 所以罗汉就是没有彻底的理解 什么叫烦恼 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阿罗汉他怎么到人间来的呢 阿罗汉到人间来是随佛出师 只要有个大菩萨到人间来了 他们必须就跟下来 他们跟下来 哎呀菩萨到人间去了 哎呀我也要成员再来 也发誓跟着菩萨一起下去救人 走吧走吧一起走吧 爬一下来全部到各地去偷胎 偷胎之后呢随佛出师 出师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大护法 但是阿罗汉呢他没有得到究竟的圆满 就是他们不理解什么叫究竟圆满 他们只知道了下来帮助保护菩萨 救人啊但是他没有懂得什么叫究竟圆满 阿罗汉果的人就是你们看得到的 就管自己念经 他经念得很好 他守戒 他什么都看穿了 这种人呢是属于阿罗汉果 阿罗汉叫他一定时候他就会想 我怎么样早点脱离人间 因为他下来的时候他是红室大院 下来之后呢他又一看到人间这么多苦 自己修心这么难 他马上就想我早点回去吧 趁人生还在的时候 他们想马上脱离 这种就是没修的圆满 师父讲这个话就是教导你们 让你们要懂得 不单单你们到这辈子到人间来 是救自己的 你们家里人你要救我 外面有这么多的朋友 亲戚 你都要把他们度成菩萨呀 你不能只管自己修的 就像一个人一天能念八张十张小房子 你从来不知道给人家以上的 你从来不知道给别人的 你说是不是 不能马上脱离 那么不能 自己想不通 哎呀我吃这么多苦跑到人间来 我根基很好 我怎么还不修上去啊 你看这个人又来搞我了 那个人又来烦我了 你看这个人又要我救 那个人我救 你看你影响我修心了 我打坐都不能打了 我年纪都念不好了 你看看你们呢 现在很多人在接电话 很多人在度联 很多人在帮助别人 一样吧 境界是不是不一样 所以修大常心 要修无缘大词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大菩萨的话 你要修无缘大词 无缘无故的去帮助别人 没有 他是我的亲戚 他是我的父母 他是我的朋友 他是我的邻居 只要他是个人 只要他有苦难 我都要去帮助他 叫无缘大词 没有原因的 没有因为是缘分 我才帮你 不管是谁 我就要帮你 因为你苦了 我就要帮你 那么这叫同体大悲 他痛你也痛 这种感觉只有妈妈有 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 摔伤了 孩子说妈妈 我骨头痛啊 妈妈痛得来比他还要痛 但是你们能不能让社会上 让那些可怜的 那些众生 他们如果心里痛 你也跟他们一样痛吗 师父就这么做 我看见很多老妈妈 身体不好 我很难过了 看见很多老婆婆 身体不好 我很难过 看见你们想不通 我很难过 因为这个要上升到一个高境界 这个境界首先要消除你身上的业力 如果你业力很重 你不会去心疼别人的 只有当你自己很干净的时候 你才能让别人干净 要用本初的觉醒 要用本初的觉醒 本初的觉醒是什么 就是人之初 信本善 本初的觉醒就是 我们要懂得 人其实很善良的 人都有慈悲心 看见别人苦了 你都应该想方设法去帮助别人 然后还要 后续的去关心他 这个去做 就是觉醒 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 你要去做利益一切众生啊 只要对别人有利益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为什么只做 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对别人有利益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当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了 悄悄的 有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在你身上发生了 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的心不会起挂碍 你就是跟菩萨接近 你们自己想想 你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有的时候特别开心啊 会忘记自己烦恼的呀 如果你不帮别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感觉自己很多烦恼啊 对不对啊 去个简单里 我自己还没好的 为什么 我帮你啊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 曾经在自己还没好的当中啊 你虽然没好 但是你拼命的在帮助别人 你是不是很快就好了啊 因为你没想自己的烦恼啊 你只想到帮助别人 所以修心的人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人在家修 你会觉得自己很舒服 没有关爱 但一面对众生 或者一大堆人生的难题和烦恼 你可能就守不住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告诉你 在家修 小秤 如果你能够克服烦恼 去帮助众生 守住自己的道心不退转 那你想想看 你是不是有一大步的进步啊 你是不是会进一大步啊 在家里越做越烦你们知道吗 有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越想越烦 你跟大家在一起 你会很快乐 大家一起修多快乐 你如果今天 没有跟大家一起快乐 你就会觉得烦恼 所以修心很困难 所以既然修了 就去面对它 这才是真实的 寻找自我 先人后继 连最起码的这些都没有 你说你能找到 本初的觉醒吗 所以要找到这个世界上 你真正来世界上的目的 不是为了 不是为了把这一段生命过完 而是应该把它怎么样 变为我下一辈子 能够修成一种动力 这辈子就这么几十年 你做了多少好事 还包括你们还害了很多人呢 骗人呢 伤害别人呢 包括感情了 包括钱财了 你这辈子如果修不好 你下辈子还得重新做人 你们现在就知道做人很痛苦 所以要真正找到这个 以死来世界的目的 我们就是来跟着佛陀修心 借甲修真 解脱出离 所以想通了 钱财算什么 物质名誉算什么 一切都是空的 因为人的一生 再怎么样 辉煌 也有结束的一天 面对这一切 时常去思维 提升自己的正性正念 明白 无常观 明白 诸行无常 诸法国 要懂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 的拥有 包括你连 生命 都是暂时的 只是你暂时拥有的 你这颗命 所以包括你的生命 你都不能永远的拥有 而且一生你实际上没有拥有你的生命 因为它会失去 所以你不要说物质了 你拥有不了 我们小时候拥有的东西现在都没了 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可能以后都会没有 你们拥有的青春没了 你们拥有的人间的过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现在实际上都过去了都没了 连你们过去的自尊自信 所有的一切都会随着 这个世界上一切变得化为乌有 仇人 在这个世界上到后来可以变成爱人 恋人 到后来可以变成仇人 连这一世的生命的个体 都会不存在 都会劫持 想想 你们爷爷的爷爷 可能你们都忘记 但是它事实上它是存在的 没有爷爷的爷爷的 你怎么会有你呢 这一切都是存在 但是有吗 没了 失去了 所以 所以那些仇人和爱 随着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的 推移 一切都变得那么没有意义 你们大家想一想 你们小时候在班级里有没有仇人 有没有自己小孩子的时候 小学生的时候 小学生的时候的 而且爱人 很喜欢的孩子 现在想想一切都过去了 你们促过来的 谢谢 感谢观看